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雷铭老师 好 这场呢我们依然是一场高校专场 今天我们会去到哪一所学校呢 我们通过短片来认识一下这所学校 明山悠悠开天赋 江水泱泱流金库 四川大学由元四川大学 元成都科技大学 元华西医科大学三所全国重点大学 经过两次合并而成 元四川大学起始于1896年 四川总督陆传林奉光绪特制创办的四川中西学堂 元成都科技大学是新中国院系调整时组建的第一批多科型工科院校 元华西医科大学源于1910年在成都创办的华西协和大学 四川大学是我们改革最早的大学 对我国高校的改革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是高校体制改革的先锋 朱德 郭沫若 巴金 江杰 这些响当当的名字 他们都曾在川大求学 吴玉璋 冯友兰 朱光潜 这些名家都曾在四川大学任教 四川大学是中国985工程和211工程重点建设的大学之一 首批入选2011计划 朱峰计划 卓越计划 111计划的高校之一 是国家32所副部级大学之一 教育部批准建研究生院的56所高校之一 研究生自主划线的34所名牌大学之一 嗨啦北川 又勇来达 必利千任 物有贼刚 吃来十川大秀 好 今天我们将欢迎来自 川大的同学们 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 直来这网高校转场的晋级规则 选手由一位达人推荐人 排同求职 18位达人面试官 通过对求职者的职场出印象 职业测评 争取时刻来了解同一个求职者 在此期间 达人随时进行表态 亮灯表示支持 灭灯表示不支持 求职过程中 18位达人可随时抢得爆灯权力 为求职者提供工作机会 如果双方达成协议 则求职成功 否则求职继续 最终求职者所获登数 超过求展及求展以上 求职者有权力选择厂商 18家企业中的任意一家 获得该企业的适用机会 求职成功 如果不足求展 则求职失败 我们每一场高校专场 都会有一位推荐人 这位推荐人呢 也是跟今天求职者 来自同一所学校 四川大学 我们认识一下今天的推荐人 三季贤 全职招聘集团创始人 总裁 曾创办中华英才网 1987年 毕业于四川大学英语专业 毕业后 曾就职于外交部所属的 外交人员人事服务机构 从事外国驻华使馆的 英文翻译工作 先后就职于 南斯拉夫驻华大使馆 和英国驻华大使馆 三十多年时间过去了 仍然还是想到 当时的成都 当时的川大 一个充满着 人文关怀的一个学校 在文理科方面 都有非常卓越的这种成就 但是成都这个城市 以及我的母校 给我留下的最深的印象 其实是成都的 成都妹子的温柔 以及成都的美食 所以想起来 真的让他回味无穷 好 今天有幸 就跟杰贤师兄一起来分享一下 川大的美好回忆 有请张杰贤先生 欢迎 请坐 出来吓我一跳 我觉得潘石屹到现场 杰贤师兄 欢迎您 刚才你在短片当中说 你特别怀念成都妹子的温柔 对 刚才说的是美食 其实还有成都的美女 知道说这段的时候 嫂子在家看到会怎么样 我们今天看到的四位都是美女 一会儿大家都会看到 你看 这个是川大走出来的毕业生 魂不立 不管家属有没有在看 我依然说我的 好 来我们听一听师兄 为我们推荐今天的第一位求职的同学 大家都知道 从进大学以后 我们通常学的是四年的时间 但是这一位一进学校 就是漫长的八年 但是这八年时间 我们可以看到他学界上的成绩 同时我们也能看到 他在这八年时间之内 他对一些新鲜事物的 这种充满了好奇 在你的印象中 是不是有这样一种人 他叫党员 在你的印象中 是不是还要另外一种人 他叫女博士 我不仅是他们中的一员 而且我还是一个科学怪人 我每天的工具 和一般的科研人员不太一样 锤子 螺丝刀 这是我的工具 党员 女博士 科学怪人 这不是我生活的全部 吃辣 喝酒 慢生活 我和每一个在成都读书的人一样 过着悠闲的生活 我是党员 我是女博士 我是科学怪人 不知道这样的妹子 是不是师兄曾经怀念过 我们认识一下这位求助者 有请他来到现场 掌声欢迎 各位老师 大家好 新闻观众好 响哥好 你好 大家好 我是来自中国口腔的发源地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的口腔八连制的蔚蓝女博士梁馨 今年22岁 谢谢大家 那我们今天来自四川大学四位上场的选手呢 都会各自带来四川的特产 川剧的脸谱 今天我带来的是孙悟空 喜欢他的严厉荣物的沙子 然后喜欢挑战新鲜的事物 并且越挫越勇 因为我和他臭味相投 今天希望应聘口腔美容修复医生的实习的职位 变形目标呢 是四川云 欢迎杨兴雨 你是学口腔医学的 我问一个问题 不知道你能不能给我们答案 就是你幻想一下 你觉得孙悟空的牙应该怎么样 孙悟空的牙应该是百遍啊 七十二遍 他今天想要的一种风格 就是什么风格 牙还分风格 对啊 所以这就是 很多人问我 为什么口腔医学都要学八年 那这里面的学问可深了 我们可以根据不同人 他不同的脸型 然后他的个性的体现 进行设计不同的牙齿的形状 牙齿的形状可以设计 你说的是假的牙齿是吗 对 比如说考词的牙齿 为了美观嘛 叫高盛的A货 好的 对 达尔老师有什么问题 六号 优慢生活网谈意 反正我们在老百姓的眼里边 这个学医 就去医院看病挺贵的 牙科呢 其实是贵中之贵 而且大部分时间牙科都不管报销 所以你选那么个专业 我想知道 第一我想你解释解释 为什么这看牙这么贵 贵到离谱的程度 第二的话 你选这个是不是跟 觉得能挣好多钱有关系 确实是 大家有担忧 就是有些诊所就收几百块钱 那为什么有些诊所 就可以收三万块钱 我想这个价格的话 主要是分这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 第一个材料方面 其实现在目前 中国口腔事业其实是被国外的一些材料公司所垄断的 其实他们占了很大一部分的暴力情况 这个我觉得需要改善一下 然后其次是我们医生毕竟培养一个牙医 其实他的成本花费 时间花费 青春的花费 各方面精力的花费 都是在这儿的 所以我们口腔医生也要生存 所以技术方面我们也要吃饭 这点收入我们是有的 然后最后再者是一个服务 我们口腔不仅是 是靠我们技术吃饭 还有服务 这就是为什么有些诊室 可以收一颗牙几万块钱 四万块钱 但是有些诊室就收几百块钱 就是其实服务是无价的 所以我的理解 我从你刚才的回答里边 可以得到两条关键信息 第一牙根本不值那么多钱 其实几十块钱就搞定了 第二的话 因为这个行业特别能挣钱 所以你们选了这么高大上的一个行业 其实挣钱的行业很多吧 我觉得娱乐圈一个代言花费的话 直接出个镜拍个照片的话 挣得更多 但是我觉得其实我选 也有因为产品出问题被抓进去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应该 所以我们其实挣钱生存确实是必要的 但是做好这个事的基础是 我们干好我们的本职工作 再者就是 其实我们也要可持续发展 其实一定的支撑才能让我们这个口腔事业 更长远地走下去 13号 岳律师 问点实际的 正好因为这会儿咨询不花钱 就像说洗牙的话 当然你咨询不花钱 他也不保证给你的是正确答案 这至少是一博士嘛 是吧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说 一个是关于洗牙的 身边有的人洗牙 洗完之后是满嘴的血 有的人洗完牙之后一点血没流 其实那个不是因为我们操作的问题 就是可能很少一部分是操作的问题 但是之所以你要过来洗牙 其实是很多时候是你的自身的口腔情况 不是那么良好 就是本来就会有结石或者是牙周炎 这样的背景的情况下 你去结牙碰到你的牙龈 就很容易造成水伤和流血 给我的信息就是说 这事不关医生或者说护士的原因 肯定是自己的原因导致的满嘴血 没有 其实各方面的因素都有 但是主要的原因肯定是患者自身的 没有 其实你没有必要 一直强调这样的一个观点 其实影响的因素是很多的 那我们要分别理性地讨论 不能占照 对吧 但是刚才你给我的信息 让我抓取到的信息 确实就是患者自身原因造成满嘴血 我停一下我的四秒 我停一下我的四秒 来来 师兄你说什么 我停一下 停一下他 我觉得确实就是患者自己的原因 如果你好几年没洗牙了 你去 必然就会有很多的血 没关系 师妹你就承认 确实这就是患者的原因 谢谢张师兄的 会牙医有更多的生意 谢谢张师兄 对这个师兄和师妹我再说一下 因为我三十多年没洗牙 我去年才洗过牙 但是我一点血没出 这个确实实实 我个人认为说可能 济湿的原因可能更关键一些 也说明你身体底子好 我就特别不自能理解某些人 为了质疑一下选手 连自己三十多年不洗牙这事 他就好与思亡来说 真的 今天得亏是一个来 寻求一个口腔方面工作的一个同学 如果今天来一个推销沐浴录的 他敢说三十多年没洗过澡 好了我们看一看杨夕雨 她的决策评完成怎么样 请看你的题目 请看视频 中文字幕提供 说出视频中事件 与口腔医学 是否有关 并判断视频中的情节 是否有错误 这个也是我们关心的 我想说的是 这个病人是一个典型的 一个骨性的 反核的情况 然后他进行治疗的 速度可能过快了一些 因为我们这种典型的 那个骨性的反核情况 是需要症和症肌 连行进行手术治疗的 是这样子的 首先我要肯定 咱们良心欲 对这个患者的诊断 是正确的 那么你刚才说了 一个骨性的反核 那么你也说到了 咱们这个整形 和咱们的这个 手腔正肌 是有关系的 那你能大概告诉我一下 让大家在场的 同学们和老师们 都知道一下 到底在就是咱们 做整形的时候 那么这个正肌 整形 它的先后 或者是它的关系 是什么样的呢 如果我把它打开 会怎样 你试试呗 所以你是想说 想说俗是吗 我并不是每个人 都可以拿回家去把玩 不要在台上乞球 给你一个转换的理由 一个学生来说 希望大家多一些的宽容 直来直往 精彩稍后继续 那你能大概告诉我一下 让大家在场的 同学们和老师们 都知道一下 到底在就是 咱们做整形的时候 那么这个正肌 整形 它的先后 或者是它的关系 是什么样的呢 首先呢 要进行治疗的话 就必须进行一下 它的脚的切除 因为它骨性 就导致它咬合关系 有问题 咬合关系的问题呢 就归正肌方面来治疗 然后就是你的牙齿之间的 咬合的一个顺序 这是归正肌的 最后呢 要是它觉得 它的牙齿不太美观 想要更加的个性化 就来找我们 美容修复科的治疗 给大家的非常好 专业色评没有难倒它 看一看其他的问题 我有个真实的案例给你 我跟一个 这个艺人朋友 有女性 前一段时间去看过牙 然后她是这样 因为现在有很多女艺人 她的牙齿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呢 她会上面拔两颗 下面拔两颗 再做正肌 她的脸就会变得很小 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个女性 她其实她的牙齿 并没有问题 但是她为了美 来找你 说你帮我拔掉 上面的牙 下面的牙 再做正肌 而且这个费用很高 她大概花了17万吧 最后 就才完成这个 但这个是有风险的 如果找到你 你会建议她去做 这样的一个案例吗 首先你的定义就是 牙齿是没有问题 它是健康的 如果做 它有风险 但是你会挣钱 健康的定义是什么 首先就是 我的底线是 维护病人的健康 这是我的底线 就是挣钱 确实是 因为我们为了生存 确实要挣钱 但是我的底线是 不能破坏病人的健康 不能为了挣钱 而去设计一些 或者是治疗一些 有的没的的 多余的治疗 那如果她来找到我的话 其实健康的定义很多 不仅仅是 她表面上的 好像咬合很正常 但是她的心里呢 她觉得她自己不美 其实这方面 也是一种健康的体系 如果她觉得 这方面 严重影响了 自己的身体的话 那我觉得 我可以进行 这样的治疗 让她活得 更有质量 更开心 觉得我需要整吗 我觉得 其实你挺美的了 然后你给个侧眠 可以吗 我们一般的 现在的美学的定义呢 就是 鼻尖到下好脚的连线 这样做一条线 然后你看到嘴唇 应该是在这条线上 或者是偏离的不太远 如果偏离的远一点的话 就是要有点凸 然后进去的话 就是要有点凹 但是我觉得 你在的位置 正好合适 所以其实 可以不用整 小冬 你灭灯了 我觉得你本职 你还是一个医生 医生我觉得 最重要还是 为人的健康服务 但你刚才一上来就说 你其实已经很美了 我觉得 就是 这个有一点 违背一个医生的概念 就现场来说的话 从美学来说的话 它可以 我的眼光来说 可以不用整了 但是如果你严格要求 或怎么样 觉得这样帮助比较大的话 我觉得我们可以 撕下它 不用整 最聪明的一点 在哪儿 鼻尖和你的下巴之间 有一条直线 如果这条直线 你的唇尖在这条直线上 或者相去不远 你就不用整 一个面试官面对你 问你 我需要整吗 你敢说面试官需要整吗 如果你跟面试官说 您不需要整 面试官信吗 他能用三点一线 作为理论基础 论证 薛美老师不需要整 回答这个问题很聪明 谢谢 杨新宇 为自己争取一下 希望待会儿你可以在九盏灯以上 我需要凭着我年轻的冲劲 然后我的学习能力 还有我对梦想的执着追求 然后打动现场的在座的评审考官 谢谢你们的支持 现在还有十七盏灯是亮着的 这十七盏灯的主人 各位达尔老师 你们可以想一想 你们这个灯 待会儿要不要为杨新宇留着 现在思考开始 谢谢 好 请说你想去哪里 开始你的试用机会 加美口腔 谢谢陈老师的支持 好,有请加美口腔 陈毅送上推荐信 好,谢谢陈毅 谢谢加美口腔 恭喜杨新宇 我相信我就是我 我相信我天 我相信青春没有你一切 才遇到的外面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下一位求职的情况 请师兄继续推荐 我们都认为学文科的 可以有无限的这个专业选择 学理工科的就应该 学什么就要干什么 但今天我要推荐的这位师妹 他学的是建筑与环境 学工程力学专业 他希望用他的这个 学功课的这种理性 以他个人性格和喜好方面的这种感性 来获得这样一个工作的机会 好,谢谢 来,我们认识一下这位求职酒 我是个工科女 而且是个学纯理论的工科女 大家总以为 我们学理论的只会写论文 但我却和你们想象中的很不一样 我总是乐于观察生活中的现象 一些想办法 去解释他们 清爽的夏夜 清除舌后 捡进啤酒瓶 你会惊奇地发现 啤酒轻如而下 捡起的时候 相当于吸管 平衡的大气和口腔的压强 在交易快速的地铁站 靠近飞驰的列车 就会被吸进 用吹风机 对着装满墨水的U型管 你会发现 一侧页面上升 一侧页面下降 这只是因为流动的空气 改变了压强 压强差 拖起了页面 却也把人推进了列车 当我们迈着整齐的步伐 走过走廊的时候 强烈的震感 从脚底传来 这只是因为 部里的整齐产生了共振 当大幅度的震动 可以拉断指条的时候 却也可以摧毁 真实的混凝土建筑 我喜欢我的专业 我的志向在于此 却也不在于此 我好担心 接下来她出场以后 说的好多东西 我完全听不懂 还是要欢迎她 大家好 我叫马青 来自川大 女生最少的专业之一 功臣力学 为什么女生这么少 而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原因就是 力学真的太难了 活生生地逼走了一大批温柔可人的妹子 剩下的呢 就成了你们传闻中的功课女 但是今天 我要向你们证明 我则是那个非典型功课女 所以今天 我想要求得的是一份 科学类节目电视编导的工作 希望薪资呢 是三千元左右 还有今天 为大家带来展示的脸谱是李天王 为什么要带来李天王呢 李天王是成堂总兵 他也是天宫的艺员猛将 他带周伐伤 然后为三姐斩妖除魔 所以你把话落到这儿 你是要斩哪个妖除哪个魔 好的 下面我就给大家解释一下 我要斩哪个妖除哪个魔 因为我的志向是希望成为一名 就是科学类电视节目的编导 大家都看过《走进科学》吧 给大家讲这样一期节目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就是说 有期节目是这样讲的 就是说 那个村子里 每到午夜的时候 就会有怪叫声 然后搞得那个村子里的村民 都非常地人心惶恐 《走进科学》的节目组 就带着他们的人员 就下到了村子里 开始调查这件事情 然后找了很多的专家 也在周围的山里 或者村里开始调查 在我们观众看来 当时那个节目的气氛 是非常地恐怖 总觉得后面一定会有个大的秘密 但是最后播出的结果 竟然是村里有个胖子 打呼噜声音太大了 结果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有点欺骗我们观众的感觉 所以说我希望 能以我的背景 我的能力来做真正的 科学纪录片 科学电视节目 那马青今天可不可以 给我们先来展示一下 你所了解的科学 跟我们所不了解的世界中间的勾连 这样 我问想个一个问题 好 你能带女朋友划船吗 谈恋爱的时候 就比如说那一看 咱们去小公园一班 有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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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有就是能带女朋友去划船的这都是好男朋友 然后呢带着女朋友 不是不是是她带我去的 也行能把你带着去那也证明你俩都好 那我说这么一个问题哈 就是说咱在划船的时候就如果人多的话 两条船同时划 就是我们为了能聊天能说话 就是希望两条船 你一开始说我带女朋友去划船 接下来你又说人多的话 你这不是凭空栽赃我有很多个女朋友吗 不不不 还是我女朋友很多的男朋友 不是这样哪 两码事两码事啊 对 忘记了 他刚刚说的我跟我女朋友划船是另外一回事 接下来他说的是我们很多朋友一起去划船啊 没有我解释了这件事情哈 这说明一个问题就是 散哥的女朋友一定是那种人见人爱的姑娘 姑娘你别解释了 你就直说我和我老婆也去了 行吗 家庭聚会 对 对想家庭聚会 很多人划船 对很多人划船 这是我们就是如果两条船 照着一个方向并排开始划的时候 因为这样大家好沟通嘛 但是你划着划着忽然发现 这两个船就往一块靠 大家知道这是为什么不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我下面通过一个简单的方式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就是我们的生活区的小实验 希望下面的工作人员帮下我 收 好 你要能把我收回家 那我就让你收 要不就不行 哎散哥我得请你帮忙呀 好我帮你什么忙说 呃你一个人可能完成不了 还需要两个人 他需要把这个纸举起来 就不然 把这个纸举起来 我一个人完成不了 但是你达不到我的要求 你什么要求 我不是这样举的 你怎么举 呃等我演示一下啊 我家里边啊 啊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两层是吗 啊 那再过来帮我个忙吧 来 你们仨上来 两个就够了 可以吗 呃我下面给大家展示一个线杀 你想再往前面 不要忘记 那个大家觉得 我在中间吹风 这两张纸会怎样啊 哎呀你们这都知道我 我还咋做呀 可以让我做了吧 哎呃你拿着麦要说呀 啊你一个手不会打吹风啊 哎两人指本来的距离是这样的对吧 然后吹他的时候他就会改变 嗯 嗯 做完了 做完了我看太用力了 所以这两个同学还有事吗 呃没有了 谢谢你们两个 谢谢谢谢 谢谢你们啊 刚才就是这样一个实验 这个纸因为有点大 然后呃不知道大家看清楚了没有 就是按理来说一般风吹他的话 他会向后退 但是因为这两人纸中间一些作用 所以说他吸在了一起 就解释了为什么那个船会靠在一起的原因 这就是他里面的原理 然后把它最简单化这样子 如果用物理原始解释他的话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这跟流体有流体有关 就是说他中间的分速很快的时候 会改变他中间空气的压强 他压强减小的时候 这两只就吸在一起 我想再做一个生活中的小现象 来问一下大家知不知道是为什么啊 呃 响哥还得拜托你了啊 呃你能给我们倒两杯啤酒吗 呃就是但是倒啤酒我有要求 按照我的要求来 好 第一杯我要没有末的半杯就够了 不能有末一点都不能有 怎么倒啊 这杯要全是末尔 您 您看着倒吧 倒法随您 哎 对对对 谢谢响哥您辛苦了 对 呃 然后我如果把它打开会怎样 你试试呗 啊 大概打开一点点啊 确定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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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点啊 那是消息啊 这是没有末的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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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потому número 不是 我给你只是让你擦画筒的 哈 請 好 請问刚才你跟我们 你想说明什么 所以你是想说 想说俗是吗 我并不是每个人 都可以拿回家去把玩的 不要在台上祈求 给你一个转换的理由 一个学生来说 希望大家多一些的宽容 直来直往 精彩稍后继续 好 请问刚才你跟我们 你想说明什么 就是不管是啤酒 还是这个可乐 大家平常应该都见过 这个现象对吧 对对对 这个再平常不过了 但是谁能告诉我 为什么它有木耳吗 想跟你知道吗 为什么有木耳 不知道 其实这就是刚才那个原理 我们说过了 这是流体 就是空气 水 这些都叫做流体 可乐是流体 在使劲摇它的时候 它的速度变大了 速度变大的时候 就是刚才那个原理 液体内部本身的压强 在减小 里面原来溶解进去的 二氧化碳气体 就会溢出液体表面 形成气体 然后施放出来 然后这个啤酒也一样 因为响哥第二次 大家会发现 它会很快地倒下去 会让它的那个速度很快 这样子的话 它就出现了很多磨 就是这个原理 这姑娘啊 林老师 我说句实话 好的 我看完那个手情科学那节目 我起码还能看见一胖子打呼噜 您这我看了这么半天 我连那打呼噜的胖子都没找到 马青特别想告诉你 你的想法没错 就说我积累了好多实验的这些知识 我想交给别人点内容 没问题 今天给你机会了 你一直在做两个特别简单的实验 这两个实验没问题 但是你做得特别无趣 你把响哥倒那啤酒 折腾半天 那沫尔半杯和一杯 我最后都没听出来到 你要干什么 我在可口可乐工作的时候 人家发了一个小片去宣传可口可乐的时候 他就把那个那叫曼陀斯对吧 放在那个可乐瓶里 就爆炸了 这个可能就是一个 你能够用很科普的方式 非常轻易的方式 告诉大家普及的方式 所以做编导 准备好再来 好吗 如果不是直来直往 你在一个正常的求职的过程中 你的情况都没有可能被我们面试 就被淘汰了 首先告诉你 《走进科学》是一场非常优秀的节目 它是第一次用一个戏剧的结构 用悬疑的方法去做科普类节目 如果你去做的话 我不相信你会做得比它好 然后因为你学了科学 所以可以做一档非常好的科学节目的编导 那我试问你 是不是《中国好声音》 现在所有的编导都是歌唱家 我从我作为一个观众的角度来看 我看一档节目 我肯定是看我感兴趣的点 对吧 首先第一 你刚刚讲的 那个什么 《到来到去》那个泡沫 我根本不用感兴趣 我为什么要知道它的原理呢 第二就是 我看节目就是因为我特别讨厌上什么物理课呀 化学课 结果我看一档节目还是来上课 我为什么要看它 你跟我讲 作为一个编导 那都没有人看了 你还能做得下去吗 那我问您一个问题好吗 好 你喜欢看《快乐大本营》吗 当然喜欢看 《快乐大本营》改版之后和改版之前的区别是什么 我不关心这个 我觉得它改版之前和改版之后我都喜欢看 我也喜欢看 特别喜欢看 然后在我看来 它改版之前 它只有娱乐 然后只有一些人在上面就是做一些简单无趣的游戏 但是改版之后它增加了一个环节 科学实验室 它用在现场的实验去解释一些现象 姑娘我觉得你真的想多了 你不能老站在你的角度来看 你要想大众的角度 我们关注的点 你天天想我喜欢看的点 你是这方面的专家 我们关注不是 我就觉得好玩 我从好玩当中拿到一个很简单我感兴的点 就OK了 就这么简单 夏哥哥为什么有科学和没科学的快乐大美音都喜欢看呢 因为它是谢娜的脑残粉 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机会要来了 接下来你要面对你的职业测评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 你如果面对传媒行业的一个真实的案例的时候 你会做何解答 请看你的题 请听题 以人倒立时吃东西 食物是否会进入胃里为题 制定一期科普节目的拍摄策划案 我现在是有个大概的想法 就是说来说这件事情 我想就是讲这样一个故事 然后来讲这件事情 就是说在一个学校里有一个男孩子 然后因为在生课的时候不认真听课 所以被老师罚了倒立 然后结果是因为他太贪婪了 然后就是在倒立的时候 然后偷偷地躲在后边 趁老师不注意的时候 然后喝了水并且同学逗他 然后给他吃了一些小零食 结果他就 因为吃了一些零食 导致他最后就窒息而死了 然后他家里人当然不愿意 然后就把学校 连同当时的老师一起告上了法庭 然后校方站出来解释说 这不可能 按照地心引力的说法来说 他倒立 这个食物 怎么可能进到胃里 进到食道 就让它卡住 让它窒息呢 然后他为什么会 就是在裁定他的责任的时候 我们当然就要来确定 在人倒立是吃东西 食物到底是进到了胃里 还是没有 如果确定出来 这当然就判定了责任 我不明白的一点是 一个科普节目 最后的裁定 那个结论是法官给的 不是 老月 13号 月律师 法官是个判定 姑娘 姑娘 听我说一句 如果说是以法制节目的话 那个点肯定不在于说 这个食物能不能进到胃里 而是在于说谁喂的食物 所以科普节目先不提 反正法制节目编导他做不了 那就做一个恐怖节目的编程 其实这个也说明一个问题 你想如果说具备一定法律知识的人 来做这个法制节目的话 他可能就不会按照你的这个思路往下走 就不会去盯这个食物能不能进胃了 所以说专业性对于做编导还是有一定帮助的 谢谢老师 可是它到底食物在人道里的时候会进入胃里吗 需要解释一下 是可以的 为什么 因为就是实际上来说 我们在让食物进入胃里的时候 地心引力就是站正力的时候 地心引力当然是起作用 但是它起的不是主要作用 主要作用是靠我们食道肌肉的推进作用 然后把它挤压进我们的胃里 然后即使当你倒立的时候 你胃里的食物 或者你胃里的胃酸样什么的水 也不会流出来 因为你的食道有一种绒毛和一种瓣膜 它会阻止它闭合起来 相当于门关掉之后 你从反面的方向是它打不开的 10号 华途教育于佯泽 这个作为一个老师啊 我觉得马青其实还是很优秀的 你看在前面那个他做实验的过程中 你会发现它非常镇定 而且它对那机器啊 是一种温度的感觉 一步一步啊都很干净 但是你要做编导 编导其实它有自己的专业和规律 那么你如果是从自己的专业 给这个编导提供一些顾问的建议 是可以的 但是你来做编导 确实还是欠考虑的 到底是什么一个根的原因 促使你想要去做编导的 哪一个节目或者哪一件事情 我觉得一个梦想肯定有它的起点 我想帮你看看这个起点到底是什么 其实跟传媒电视就是新闻相关的 我都会非常喜欢 从小就是这样子 我希望站在 不说站在金光灯下 但是我渴望一种成就感 无论是它满足我的虚荣心也好 或者是满足我的一点点 小女生的情节也好 我希望能通过我掌握的知识 我知道的东西 或者是分享我一点的想法 去完成一个节目 完成一个 而现在就现在而来说 就是电视类 基本上是能让很多的人看到 能让基本上是最多的人来看到 所以说我觉得这种途径 能让我非常地有满足感 所以说我希望能在这个行业 来完成我的梦想 我替麻青说句话 我特别想替麻青说一句话 我个人平时在家里看电视剧 我看到很多完全不懂清代历史的 导演拍出来的轻功剧 我可以在镜头里看到 太和殿顶上直挺挺的 指着苍穹的避雷针 那样的镜头居然能播出来 对 但是我不会想 我去做一个导演拍轻功剧 因为我不爱电视剧 麻青爱电视 他可能想用他的专业知识 来提升电视节目呈现的整体品质 但是我呢 老油条 我知道作为电视剧导演有多复杂 我知道我自己干不了那事 麻青很天真 他天真的认为 他凭着一腔热血 以及自己的科学知识 他就可以变成一个编导 为自己爱的事情献一份力量 我就想提醒诸位 天真的爱是真爱 麻青 争取一下位置 真的非常感谢雷铭老师 你最后那句话 天真的爱才是真爱 我忽然之间知道了 为什么自己一直要 执着这件事情 我学功成力学 按理来说 正常的渠道 是进入各种建设局 或者房地产公司 去做土木 去做造价 这类的工作 也许会有更高的收入 更高的生活 但是我不想 我不想照着这样规定的路走下去 我想做我喜欢的事情 哪怕来拼一下也无所谓 所以我放弃了许家的好多事情 抛下一切来到这里 我很天真 真的 什么都不懂 很天真 但我相信 我是真的爱他们 谢谢老师 我刚才雷鸣老师说的不别对 我觉得这个马青 对这个电视的热爱 是没有条件的 你是要全心地去投入去爱 不论结果怎么样 他都是轰裂的 他都让人记住的 好不好 我希望我这次机会让你感受到电视人需要新鲜的血液 但是更多的需要激情 需要对这个行业的爱 好的 谢谢老师 请华尔星空提供的工作机会是编导助理 心经是翻天舞 你的选择是马青 接受 好 有请华尔星空影视全播中心 送上推荐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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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其实有点激态 因为在我决定 就是我的聚会方向是这个之前 其实我还是有点怀疑的 我害怕自己 大家不相信我 我做不到 但是虽然对我上来了 但是现在最后有人相信我 到这一刻 实在是让我给我这个机会 让我更谦信一句话 念念不忘 让我们必有回响 好 谢谢 感谢大家的我们节目 谢谢 好的 非常感谢全球补水领先品牌温碧全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下一位求职者的情况 请师兄继续推荐 他研究生学的是艺术学 他今天求职的方向是艺术品销售 他希望用他所学的对艺术品的知识和认知 给企业创造价值 美 美存在于生活中的各个方面 美景 美食 美人 那么美到底是什么 美是事物给人产生的愉悦体验 成都特色宽窄巷子 其于几股形态道路布局 从居住空间模式发展起来的街道断面高宽一比一比例 奠定了安静悠闲的生活基调 南与北的交融 宽与窄的对比 古朴与摩登的碰撞 是老成都的精神印记 成都之美 美在尘 美在美食 川菜精细的刀工及原料配色 保证了中世纪以来对色彩的推崇 防腐的烹饪方式和调配变化 保证了味觉和嗅觉想要满足的层次 美食 美的及时性体验 能在一瞬间捕捉 我观察美 学习美 生活处处是美 诱惑我们的味觉的这位主兄 有请 现场的各位老师好 蒋哥好 你好 我叫景玉芳 来自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就读的是文艺学专业 研究方向是文艺美学 我希望求得一份艺术品销售的职位 期望薪资是三千到五千 谢谢 我为大家带来的川剧脸谱是二郎神的形象 为什么我会带来这样一个形象 因为大家都知道二郎神杨姐她有三只眼睛 而我希望通过她的这第三只眼睛 让我引以为戒 就是去发现美 见别美 谢谢 那这个是 这个是称为蜀中之宝的蜀秀 我今天带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是展示一下的 送给节目组 这幅鼠秀大家可以看得到的是 从美学的观点上来看 我们可以从内容和形式上 来观察到这幅鼠秀的美 首先是它的内容上 大家都知道成都的特色就是大熊猫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大熊猫 然后它的名字叫做双熊梅花图 大家可以看到的是 熊猫上面有梅花 然后还有竹子 其实梅花和竹子是四君子之二 这样的二君子和这样的双熊 正好就搭配出来了一个 具有中国古典的美 然后再加上这样的实用美 在于它这样的一个架子 其实是非常具有实用美的 你可以把它放在家中的任何一个地方 而且它是一个双面秀 它非常具有特色 它中间可以旋转的部分 正好立于这样的双面秀的把玩 而且最值得一提的就是 这样的绣 这样的鼠秀 其实它的特色就是在于它的针法 它鼠秀有120种针法 它是以针为笔 以线为末 这样勾勒出了一幅中国画 谢谢 你刚才一直在强调说 你有特别敏锐地发现美的洞察力 然后你到我们之外之王 你发现了哪些美吗 我觉得响歌挺美的 大家可能听这样一首 反正靠过来是因为我 还记得呢 就是大家可能可能会觉得 美是形容女人的 但是其实男人也是可以很美的 请问我哪美 好 大家请看响歌 他在我们眼前 还是按照刚刚的内容和形式的建上思路 在形式上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的是 响歌体态匀称 从头到脚 然后再加上他的健康的体态 这是一个美的 他再加上服装的配置 然后这是形式上的美 但是内容上的美又是什么呢 因为我是响歌的粉丝 关注了响歌的微博 然后我可以发现的是 响歌是一个非常积极向上的 然后是一个非常健康的状态 我看到响歌在跑步 然后也会对社会产生思考 然后这样一个形式与内容统一的 响美人就在我们眼前 谢谢 您满意吗 其实群众们都是这样评价的 对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那个响美人 我怎么有一种被你调戏的感觉 我是想问 你哲瑟完没有 你哲瑟完了我说两句 你请想 对 玉芳是一个善于发现美的女孩 我是一个善于发现心理的老男人 因为刚才在VCR当中 我发现玉芳吃川菜拿筷子的时候 拿的是筷子上三分之一处 拿得很高 对 如果你吃饭的时候拿筷子拿得非常低 比如说拿在二分之一处以下 这样的人目标清晰 行动果断 重执行力 但是欠一点悠然 玉芳不一样 玉芳拿筷子拿上三分之一处 这样的人在生活当中 他重视个人修养 他重视生活品质 对他而言 悠闲的生活远比执行力重要 这是一个心理大师他看到的 各位答案老师 你们有发现玉芳的什么美 玉芳你求职的意向是叫做艺术品销售 是吧 是 艺术品销售 现在有一种说法叫做艺术品 其实不在于它真的到底有多美 在于它有多稀缺 为什么你刚才在介绍不管是鼠秀也好 还有响歌也好 只是从美的角度去出发 而不从稀缺的角度出发呢 对哦 对 谢谢陈老师的问题 您 首先您真的是提醒我了这一个 然后另外一方面 其实如果是说它稀缺 就是艺术品 现在就是越来越偏向的那个方向 其实大众也可以享受艺术 大众阶级的崛起 然后就要关注大众的市场 如果是说它非常稀缺的 如果像蒙娜丽莎几百亿的那种 大家都买不起 那我的市场在哪里呢 所以你是想说想歌俗是吗 没有这个意思 没有这个意思 你没有听懂她的话 其实我某些程度跟蒙娜丽莎是一样的 有价值 就鼠秀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拥有 并拿回家去把玩的 对 而我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拿回家去把玩 是 玉芳啊 其实你读中文然后文艺学 其实你还是有很多选择 你可能可以做策展人 也可能去帮尤伦斯做一些推广等等的 那你为什么要选择做销售 你有什么一些销售的经验吗 之前 那你为什么要选择做销售 你有什么一些销售的经验吗 之前 就是我自己觉得就可能销售这一块 就是艺术品销售 可能是我自己的短板 就是因为我没有做过相关翻面的内容 但是我有做过就是 我理解的销售就是小时候 就是我有就是卖过东西 我自己小学的时候 就是我们家那边有火把节 然后我就自己去城里面批发 那个荧光棒 就是大家都会举着那种荧光棒 然后我就去批发来卖 然后再加上可能爸爸妈妈 他们都是卖东西的 我就是从小每个假期 我都要去帮他们卖东西 我就是觉得我很享受那种 把我自己认为好的那种东西 然后再推广给别人 让他家里面也能有这种东西 对他是好的 然后我觉得是这样的 那你刚刚讲的荧光棒可能跟艺术品 可能是不一样的 然后你刚刚又说这是你的短板 要不然这样的话 你比如说像摩娜丽莎 微笑这么好 这么有这么好的一个人 你怎么把他销售出来呢 就是你旁边的 我觉得像响哥这样的人 应该不用我去销售 然后大家都会抢着去的 那就是表达他东西好 抢着去干嘛 买 买 对 响哥都说不卖了 刘老师怎么办 刘希平整个把这样一个 非常高端的这样的一个场合 变成了一种非常下作的人口交易 我们不是那种人 当然我知道刘老师担心的了 他希望从接下来的角度 可以看到 玉芳身上可以从事 艺术品销售的一些特质 那这样吧 你把响哥手腕上的一只手表 卖给乐律师 瑞律师 瑞律师您好 你要干嘛 你要干嘛 请问您有没有需要要手表 我手上有 已经有一个了是吧 对 我还有两个手机 也能看时间 那您能不能帮我看一下 这个手表 你看这块手表是响哥戴的 响哥它只有超级多的粉丝 你一买 然后一转售一卖 肯定就是超多的收益 表还走得特别准 看一下它的时间 和您手表上的时间 是不是一样的 他戴过的手表 所以您是看不上 所以您的根源是在 是因为理想戴过是吗 不是理想 我俩理想怎么了 对啊 理想怎么了 你这是因为响哥戴过 他已经乱了 他已经乱了 我来归准一下 我觉得呢 这个薛美老师 她有点不厚道 她出了一个特别特别难的题目 给玉芳 玉芳呢 就一直要努力地表现自己 是一个多么好的一个销售 在这个过程中 肯定很多老师都有看到 我们听听其他老师的意见 16号 卓展集团 朱红军 销售要引导 他这个里面的对话 引导你这个手表的功能 它的好处在哪 所以你要一步一步地去铺垫 一开始我看到你一来就说 哎 老师你好 我的标多好 做了一大堆 可能他的需求不是说要升级 他可能送给他的朋友 还是送给他的儿子而已 所以你说一大堆 他升级怎么样的话 可能他不知道他终点 所以我觉得最好是要先聆听 再去引导 这样 好吧 来 我们看看你的职业测评 完成怎么样 请看图 请根据自己的理解 阐述该图片的创作用意 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 我关注到的是他的眼睛 他的眼睛其实是有点像 人的那个黑眼圈 有点颓废无神的 然后我自己联想到的 可能是他在后面 他是不是在思考什么 然后我再看他的整个身体 然后这样一个身体 其实他的毛是 根本就可以说是没有的 但是你看他的翅膀 他的翅膀 其实他是做一个振翅欲飞的 像一个形象 可能就是他是不是在渴望着什么 即使自己 客观条件是像现在这样 然后 但是他其实是有梦想的 是要飞翔的 这样一个翅膀在那里 这个是当代艺术家 叶永青大师的一幅作品 然后这幅作品 最后是在拍卖中 就是一位藏家放在拍卖中 最后拍了是一个25万 应该是如果没记错的话 2000年 当然在那个年代 25万已经是很多钱了 那么来讲这个鸟 你刚才讲的其实也都对 其实当代艺术就是这样 你每一个人站在这个作品面前 你看到是什么 就是什么 它没有固定的含义 但是这个艺术家创作的 这个根源是什么呢 那么它其实就是叫 调侃传统的鸟 那么这个传统的鸟 都是荣华富贵 对吗 那么在这个现实中 它在批判 以及颠覆传统的一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 玉芳讲得很好 我很喜欢您 刘伦斯 当代艺术中心提供的职位是 艺术品销售专员 谢谢老师 薪金是 薪金试用期是3500 过了试用期会更高 而且还有提成 好 谢谢老师 所以你有两个选择 接受和谢绝 我选择接受 恭喜你 有请薛梅代表 刘伟斯当代艺术中心 送上推荐信 好 恭喜宇芳 谢谢翔哥 谢谢翔哥 好 接下来我们听一听师兄 为我们推荐下一位求职者 下一位推荐的也是一位漂亮的师妹 用她个人的宽泛的兴趣爱好 非常强的领导力 以及赖酒力 希望获得在场的达人的青蓝 我学的是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 劳动也就是人力资源方向 在人们的印象中 它可能是这样的 筛掉堆积如山的简历 进行没完没了的面试 举办各种各样的培训 制定科学合理的薪酬 其实失业 养老 患病 工伤 意外灾害 所有的弱势群体都是我们关注的对象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四川人 又是在川大学习这个专业 我学到的与其他院校有所不同 对社会保障的认识也更加深刻 五光十色 灯红九绿 今天的四川依旧美丽 可在六年前的五月 拒灾突降 灾难过后 应急社保政策的出台作用斐然 灾区就业救助 保障工伤和养老保险待遇支付 保障受灾困难人员的基本生活 这些就是我在川大学到的 与其他学校不同的地方 一场灾难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 一个专业或者说一个领域 他们在社会上应该所起到的作用 不知道这位师妹 她在过去的学习当中 还有些什么感悟 我们请她出场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请 宝贝,你会有空的地方 宝贝,你会有空的地方 让她们走 当才啊 寻这一处极热闹的地儿 私心想着 若是能亲自前来一世深浅 那也针针是极好的 想着好 大家好 我叫乌苏永依 现在就读于四川大学 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 本科四年级 也正好是在这个月初呢 我刚度过了自己22岁的生日 今天我带来的这个脸谱 是一个蓝脸的豆尔敦 大家可以看一下 豆尔敦呢 在大家印象当中 可能是一个行侠仗义的 一个除暴安良的这么一个角色 但她作为一个起义军的领袖 她同时也非常的重情重义 并且敢于去冒险和挑战 所以我自己学的这个社保专业 包括我自己的性格 可能跟她有一些不谋而合的地方 所以今天来到《直来直往》的舞台呢 我希望寻找自己身上 更多的一些可能性 那么今天我呢 想求得的职位 可能跟我的专业 不是那么直接的相关 我想获得一份 跟推广宣传 还有起圈方向的这么一个职务 我的目标月薪可能是三千五百块左右 谢谢大家 欢迎乌苏颖一 有问题吗我的名字 好像蛮多人都有问题的 幸亏你没有进入到娱乐圈 那未来你红的话 你签名会累死自己 不是 现在其实也挺累的 比如那考试的时候 大家开始答题了 我还在写那个名字 真的 来 我们听一听各位答案老师 有什么问题要问乌苏颖一 你刚刚那个出来的那个视频 然后很多跟你的专业有关的 社保有关的 然后又出来 就是学了一段那个 《征环传》里面的一个 一段台语 《征环体》 对 这么多能够去很好 去介绍你的机会 但是跟你要找的工作的 完全没有关系 就在我们来讲的话 就觉得你这个 你不太会推广你自己啊 对 这个问题我觉得老师 您发现的是非常对的 实际上呢 我自己在想的时候 我觉得做推广 不仅仅是一个很空的概念 实际上我自己的专业 对我今天想要找这个 这份工作吧 这个方向的工作 是有一定的启发性的 我家其实就在地震灾区 那么其实在灾后的时候 有很多的社保的一些政策呀 包括一些国家 一些辅助的一些措施 要落实到实处 或者说要具体地帮助到 在灾区的人民 它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自己能感受到 普及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作为一个 学社保的学生 我希望能够通过 我自己的努力 能够在普及 或者说推广上面 能够做到自己 所能起到的一些作用 巫苏你讲得挺好的 讲了很多 但是我还是不太懂 比如说我去跟人家讲 介绍我自己的话 我就说 我是个公关男 就你刚刚讲了那么多 还是没有讲 你为什么适合 做这个推广的 讲讲你在大学期间 组织过的活动 我举个例子吧 就是我们做 迎新晚会的时候的事情 做这种筹备工作 包括一个组织 宣传推广策划的过程当中 是一个比较繁复的过程 但是最后这场晚会 成功地举行了 不知道大家 可能达到有一点片面 但是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 想多等一会儿 但实在是听不下去了 是这样的 特别想问你两个简单的问题 你就很简单告诉我 为什么学的人力资源专业 一定要想去做起宣 喜欢 喜欢 对 为喜欢做过什么准备 其实我有在做 就是成都的一个艺术品投资机构 去做过推广策划这些工作 包括我觉得自己的性格方面 比较适合去做这样的推广 成功的点是什么 你帮人家做策划 最成功的 最亮的那个点在哪 成都的一家艺术机构 他们办了一场 法国的一个展览 然后我们当时去做 最基本的地推工作 我们当时帮他们 从六月份到九月份 吸引到了 因为具体数目不变透露 就是还是不错的 很多的 你发现问题了没有 跟你的小片是一样的 我非常同意刘老师的意见 一个想去做起宣的人 连自己都起宣不好 另外的话 在介绍你过去亮点的时候 你说我喜欢 而且我做了准备 我也去做了一家 珠宝公司的推广 那你帮人家推广的时候 你哪些一二两件事 或三件事 做得非常漂亮 证明你有潜力 去把这个所谓的曲轩做好 你说不出来 比如说你很好地 去这个点出来的时候 背着我们去 来一个真环传 一个华飞一个枪 对不对 你没有看到 所有问题在哪 这个真环传已经拍了 已经两年多三年了吧 对不对 现在已经不太流行了 你用这个点来推自己 因为如果我们做 这个企划推广的 我要抓现在最流行的点 我觉得就跟不上这个球了 所以我觉得会对我们来说 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来的 是这样的 其实这个点并不说在于 甄嬛传它这个线段本身 而是说可能我想更多展示的是 我自己一些更多方面的兴趣爱好 和拓展的可能性 是这样的 其实这个点并不说在于 甄嬛传它这个线段本身 而是说可能我想更多展示的是 我自己一些更多方面的兴趣爱好 和拓展的可能性 是这样的 其实做策划的话 其实你开始找的那个点 不管是甄嬛传也好 我们你的铺陈太多了 而铺陈的话一定是要有意思 那么有意思才有意义 就是你说的这个语速和说的这根话 惹劣的特别多 所以让这个面试官这块的话 就是不知道你真正想表达的是什么 诸位达人老师说的是 你刚才说的 你刚才做的 不太正确 隐移不住地在解释 我之所以这么做 我的动机是多么的有道理 对 当行动被质疑的时候 你去解释行动的动机 多么有道理 是没法让他们满意的 所以与其去解释 不如就接受 我们进入下一个话题 把消极话题 把它结束在萌芽之中 在面试的时候 对自己是最有好处的 谢谢雷老师 那就让我们神奇地转换吧 谢谢 来 雲姨看一下你的职业测评 请听题 直来直往即将迎来四周年 如果你是直来直往的启宣 如何动用身边的资源 来为其做宣传 我可能会去选择一些 已经来过这个台上的求职者 他们在经过这个节目以后 成功获得offer的和没有的 今天的发展是如何 做一些回访 然后呢 通过这些求职者 他们身边的资源 和他们自己本身 在重返这个舞台 也许今天他们作为达人 登上这个舞台 也许他们是来谈一谈 跟直来直往的一些 故事呀 或者说他们的一些感受 并且因为这些参加过 直来直往的求职者们 他们自己本身对这个节目 有着一定的特殊的感情 除了我们自己在做一些 普通渠道的 平面的 线上的 线下的自媒体的 等等这样一些渠道 来推广的时候 这些主要的达人 这些求职者们 他们本身也会成为我们 作为这个 起宣的一个资源 刚刚那个题目是说 你要怎么去利用到 你身边的资源 对不对 问题是这个样子 结果你讲了那么多 用到一个就是 过去曾经路过瘾的 这些 这些 学生或是求职者 对不对 所以我就说 你一定要很快速地 去回答这个问题 不要你讲了这么多东西 其实只有讲一点而已 那我通过影衣 想跟这个 在场的 还有电视机前的同学 说什么呢 其实就一点 你的专业是人力资源 你来求起宣策划 是可以的 但是 必须在台下 做好工作 你不能在台上 让我们给你一个 转换的实习机会 我们是企业 不能把精力 资源和钱 浪费到这个上面 所以台下准备好 台上来展示 不要在台上祈求 给你一个转换的理由 我们要为企业负责任 企业的几千员工 不可能接受你 在他们身边 重新转换 我们不是学校 对不起 因为马上就 如果再灭掉一展就结束 所以我很有必要 来帮我的这个师妹 推荐一下 其实我觉得很可能 他今天的表现 是在现场有一点紧张 他其实参与了 在学校期间 参与了大量的活动 所有这些活动 都是跟他今天 想要谋求的职业 宣传市场 非常有关的 包括活动组织 他安排过 参与过 做过这个项目 项目助理 主持人 就是ideal meeting的 这个是四川地区 规模最大 参与人数最多的 一个跨界公益分享活动 这是他作为主持人 以及项目助理 同时他是四川大学 校园的主持人 他也是四川大学 国际交流事件学期 牛津大学交流营的营长 还参加过 四川大学 哈佛大学的 国际交流营 一个学生来说 希望大家多一些的宽容 并不是说 你要花时间去 真正发现他的长处 并不是在这一场 面试当中 就给他贴了一个标签 说他不适合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 多一些这种 去发现他的能力 和他的专场 谢谢 刚刚可能对于影医的 这个问题呢 是从他做人力 学习 人力资源专业 到想去做一个 起宣的工作 引起的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 对于一个刚刚 要毕业的学生来讲 你即使问他很多 人力资源方面的工作 他也未必能回答的 让我们在座的 十八位老师 能够非常满意 他刚刚的一个回答 说为什么要做起宣 是因为喜欢 那么这一点呢 非常的触动我 我觉得我们能做一件 喜欢的事情 这是一个非常幸福的 就像坐在这里边呢 有很多的学生 你们也在学习着 各种各样的专业 但是你们有多少人 将来走向工作岗位的时候 可以去从事 这样的专业呢 你们有多少人 能够去从事 自己喜欢的工作呢 因为喜欢 经常所致 今时为开 所以我特别希望 能够给你这样一个机会 让你去学习 去成长 谢谢老师 谢谢您 谢谢 好 中华教育提供的岗位是 我提供的就是一个 企划的宣传专员的岗位 接受或者是谢绝 贾老师在我处在这样一种 比较被动的局势之下 或者说今天我的表现 不足够好的情况之下 能够给我这样一个机会 我当然是接受 并且 对 谢谢 有请贾琪送上《比变性》 好的 非常恭喜 吴隽文仪 谢谢 踩着红线 很幸运地拿到了工作 当然 幸运不可能每次都发生在每个人的身上 希望未来可以把这份幸运变成踏实 谢谢你带我去 谢谢 谢谢 也恭喜杰贤师兄 今天推荐的四位穿妹子 都拿到了工作 但是遗憾的是 尽管你推荐他们拿到工作之后 他们也都离你远去 所以穿妹子 依然会活在你的怀念当中 没事 我会常常回去 常回到母校看一看 也非常谢谢四川大学的老师跟同学 对我们这场的高校专场大力的支持 非常谢谢现场和电影机前 每一位观众的守护 也谢谢雷鸣老师 谢谢18位答案老师 谢谢 各位 您现在看到的就是 全球补水领先品牌 温逼全吃爱之外 我们下期再见 没有你停线 爱与我的白天 在热闹的打尖 都是我心中最美的蜿蜓 我相信自由自在 我相信希望 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蜿 有你在我身边 当身碰分线 爱与我的白天 在热闹的打尖 同時我心中最美麗的 我相信死有自在 我相信心有自在